來 喚醒喚醒 不要打瞌睡 不要打瞌睡 那臉書 好 歡迎大家 參加立政府的行列 大家好上 很幸福 上天天佑 來 好台灣 好謝謝 有人在問說 那 北方四島 那屬於蘇聯了 那以後怎麼處理 那當然就是要等日本天皇 那整個 因為在 明治 維新或是在明治憲法那時候 特別是美國 戰勝日本 就等於把 天皇 就是 懸置 懸置起來 就掛起來 他不能出身 懸掛的意思說 不是死亡 不是消滅 因為他的制度 原來有幾個國家 特別是中國 想要消滅 天皇制度 那但是 當初 他們去調查 在1941年 12月7號 一般說 日本偷襲 珍珠港 但是民政府 我們的秘書長說 奇襲 奇特的 奇襲珍珠港 12月8號 12月8號 美國國會就在討論 就決定 跟日本宣戰 那日本 美國一旦宣戰 就開始進攻日本 就跟日本作戰 這個 偏偏有一個人 12月9號 的時候 他的名字叫做 蔣什麼死啊 蔣介石呢 他也要宣戰 跟日本宣戰 然後不平等條約 廢掉 那時候他們之前 有訂定日華條約 他們以前的條約 那整個的一些的事情 蔣介石 當然就在那個時候 就宣戰 但是蔣介石那時候的 名稱是什麼 知道嗎 不是總統 是當時的 行政院院長 就像今天這個 有訂定日華 他有權力 向別的國家 宣戰嗎 有管理嗎 沒有管理啊 偏偏這個蔣介石 不知天高地厚 我們也宣戰 其實他有目的 就是要 讓其他的國家 跟日本作戰 那我們就給我們搞混 既然 中國沒有進攻到台灣 蔣介石也沒有進攻到台灣 然後美國跟日本作戰 台灣那時候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我想1945年9月2號之前 我們在座的童心 一定有日本的名字 像我爸爸84歲了 有日本名 像我們幾個老前輩 有前輩 那到日本那麼有的時候 有嗎 有嗎 有的是沒有 但是一般是有 因為那時候是日本 因為那時候是日本統治管理 那最後就把台灣的主權 定定是一個主權的一個制度 就納入在日本的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 糟糕全國跟世界的時候 把台灣納入他的版圖 就成為永久不能割讓的土地 就像今天我們爸爸媽媽好不好 畢竟是爸爸媽媽對不對 你有選擇權嗎 有沒有選擇權選擇你的爸爸 爸爸媽媽 沒有啊 沒有權利 就今天我們也沒有權利 所以我不屬於日本天皇 早就已經訂定 台灣屬於日本天皇的所有權 所以這樣的事情就一直到現在 那今天因為很多台灣人 不知道這樣的事實 跟法源的依據 所以造成我們說是中華民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所以這樣扭曲事實就不清不楚 那今天我們看看 台灣民政府既然出現了 你我都參與了 而且我們參加高級班 也就是預備我們要參與 台灣民政府的整個的工作行列 有準備好嗎 有準備好嗎 有 既然有 那我們就正視我們的生命價值 一定要正視 那我們的生命價值是 讓我們台灣人 能夠過到 盡好 富裕的 而且安全的台灣人 不必受到 任何國家的 欺負 今天 就是因為中華民國跟中國 在英國 在AQFA簽以後 他們本來就是兩個中國 就在一起了 那受到傷害是誰 爛台灣人 毛倫古沙族 背對 或是喉嚨人 黑工人 也窮湧 都是一樣的受害者 所以要改正這些的路線 唯一就是讓台灣 回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我們回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今天我們的秘書長教我們日俗美戰 本來是屬於日本 那今天是給美國佔領 那美國佔領委託了 暫時 蔣介石這個集團 暫時管理我們台灣 所以 2006年10月24號的時候 那是什麼日子 2006年 20月25日 什麼日子 什麼日子 秘書長正式 以人權控告美國 全世界還是全台灣 有沒有像 我們的秘書長可以控告美國 有嗎 真的是天佑台灣 真的是 所以我們秘書長也滿謙卑 他是用228個民 我們台灣人一起控告 實際上他沒有把功勞放在自己身上 真正嚴格說來就是秘書長 秘書長 然後把這個責任也給我們分享 這個生命的價值也給我們分享 也給我們擔起革命先行者 讓台灣人可以看出 有天 有出頭天的一天 所以 你我 就是有這樣的責任 我們既然正式了 我們要很清楚 就是因為你 就是因為你我 可以影響我們周遭的人 就是因為你我可以改變你的環境 就是你我我們都參加了 而且是巨大的工程 不過有一個英文字 說empowerment 那個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是因為你影響那個人 那個人影響另外的人 另外的人在影響其他 這個就是一直繼續2比2 4、6、8、10 這樣做影響的人 我們都在做偉大的工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最大的工程 很偉大的工程 不是只有你 你應該影響你們周遇 你們的情者 你們的驚喜 還是你們的朋友 你們的朋友情者驚喜 也是可以影響你們的情者和朋友 我們有一個 美國一位婦女 她名字叫亨利 她成立 這位婦女是非常有才華 她要改變一個 美國的一個部落 然後那個社區 結果她發現說 她一個人力量不夠 所以她成立了成人的成長班 那這個成長就是 讓這個社區也能夠看見 其他的社區 那個是在1928年的 蠻早的時間 所以那時候就成立了 1928年的時候就有450個人 五年後她就進入到大學校園領域裡面 去影響大學生 讓年輕人影響年輕人 因為這位婦女這位博士呢 她發現說 她自己的生命 有非常短 短暫而且有限 那唯一所進入到大學生 那麼多的大學 那麼多的少年人 讓他們在五年的時候 增加了六千個人 這個是在另外一個 是懷哲博士 她有四個博士 她進入到非洲 她音樂博士 哲學博士 神學博士 然後教育博士 那整個用她自己的名 然後進入犧牲奉獻到非洲 她在那邊已經 在非洲服務52年 把她的一生奉獻在那邊 那當然她很多 她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 記者問她說 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 有意義的人生 使懷者說 有工作可以做 有對象 有可愛 而且有希望 可以想 意思說一直前進 一直前進 這個是平常化 但是身真的是有她的生命價值 那前幾個月也在已經 金恩博士 Martin Ruder Kim 他是黑人一個運動家 也算她哲學造詣不錯 她也是牧師 那她因為在黑白隔離政策的時候 在美國非常嚴重 她就發起這樣 不應該有隔離 因為黑人也好 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黑人也好 還是白人也好 都是上帝的怕事 上帝創造的人 所以她用這樣的基本 基本觀念 來看出 人的生命價值 因為以前 你只要 小黑人 身體壯壯的 一公斤 比瘦瘦的這個黑人的孩子 還要貴 他們用蹭的 你要成為奴隸的時候 白人呢 有錢的人都要蹭 而且都要看身材 這個都不一樣的價錢 就等於把黑人當作動物來看 所以在美國一段時間 連交費也是一樣 黑人交費在那裡 白人交費在那裡 不可以參與 不可以豪商 這樣做禮拜 最後這樣的生活領域 所以馬廷路德金 這個 Ruther King 他覺得是這樣不公平 所以就開始打破隔離政策 最後影響了更多的 當時25萬的美國黑白都一起進入到街上去抗議遊行 甚至述說隔離政策的不平等 所以他說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 這個是美國馬廷路金特 馬廷路德金呢 他一直喜歡做的事情 最後也改變了美國社會 那林肯總統也釋放了這個整個努力制度 也把它解掉 這也都是彼此受影響 所以一個人影響他人 他人影響再其他的人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是一樣 是不是這樣豪商學習 我們可以影響來影響 我們的親家 我們的朋友 讓台灣民政府 讓台灣民政府 讓台灣社會 讓台灣社會 讓各路 任何的角落 各路也好 任何 這個都是我們要負起更大的使命 這樣台灣人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歷史就是讓中華民國霸制到 壓制到今天 所以隆重要翻轉 這就是要靠你我的使命 所以我們都在做偉大的工程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心 那也很清楚 為什麼中華民國台灣是沒有享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2004年 前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也講得很清楚 台灣不是屬於享有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所以在他的書裡面 當然這個是他自己在選擇的 不過他很清楚說 台灣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目前只是美國認同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藏領於有效統治 意思是說 今天中華民國是屬於五號有效的統治台灣 來管轄台灣 今天今天也是一樣 一個公司的董事當時也是受到委託 一個董事也是受委託 不過我們中華民國的董事會呢 大部分一般都是自己有財產 自己有財產 來合作一個公司 然後一個董事一個董事大家去分配 甚至於有的是為了董事頭破血流 在那邊爭 那我回到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這也是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遺憾 我在2000年到2002年 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重要的職位的時候 我就主持將近快兩年當中主持了差不多100次的開會 是為了有幾個董事想要霸佔長榮大學 想要霸佔彰化基督教育員 我們中華不知道有聽到那個 所以一段將近十年前的消息 那我提出來 我們當中可能也有教會弟兄姊妹 讓我們也自己知道認錯的地方 那教會不是說都很好 都是人的問題 不是教會問題是人的問題 所以我主持將近100次的開會的時候 因為有幾個董事 當事控告院長 然後想要把院長拉下來 然後由董事長上去 結果我們發現我們調查幾個董事 總決來說 有六個董事 有十五個董事裡面 有六七個董事要秘密 最後就控告院長控告到法院 我們教會的一個規定就是說 我們控告法院之前 最好我們自己內部自己內部 自己內部自己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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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內部這樣參選 來做和平 來做一些把協調好 那最後就那個沒有合調 沒有結果 最後就貪控告 那最後我們就判判決 六個董事免職 在我們一百四十幾年的歷史 台灣基督徒教會 有遭到滿清政府 有碰到日本政府 有碰到中華民國 還有民進黨 將近四五個政權 台灣基督徒教會都碰到 因為我們台灣基督徒教會 到現在將近一百 快一百四十八四十九年的歷史 這是頭一招免職令 是我在主持的時候 我發現有幾個當事 好像這個財產是他們的財產 我就特別跟 我在台中最高法院 台中分院 在法官面前說 法官大人 我們教會的董事的規定 黨術是受到委託 不是黨術的財產 跟你們的中華民國的黨術不一樣 今天中華民國的董事 是你有財產可以成立董事 今天是教會 不是只有台灣基督徒教會 其他的基督教也是一樣 只要董事是受委託 受委託 不是董事的財產 當然董事沒有權利霸佔那整個財產 所以最後台中分院判我們贏 所以最後這六個董事就免職 國內外 他們就說阿父 你是高砂主 你會不會主持 那是你講的 那但是我們合意志的 那最後 我就講 同樣也是一樣 今天 九歲的黨術是受到中歲的委託 今天中華民國也是一樣 中華民國受到美國的委託 不是給台灣的領土所有權 所有權 所有務官 給中華民國 是只有受到委託 是受委託而已 所以英文說Agent 一個中國政策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 蔣介石集團是受美國的代理關係 這樣清楚嗎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沒有權利 擁有台灣這個領土 這樣清楚嗎 有 這樣很好 所以 今天 我們就是這樣 來直接 來創造 維大的工程 所以今天 雖然已經清楚說 有中華民國的總統在選舉 那是流亡政府而已 流亡政府 他們自己在那邊選自己 清楚 在印度的達賴喇嘛 他們西藏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他們在印度的 這個社區 一個部落 也是選自己的印度 沒有 沒有 全力參與印度的選舉 對不對 所以在 達賴喇嘛會 他們西藏的人 逃到印度 只選自己的人 不能跟印度人參與他們的選舉 今天為什麼美國不欠 我們做台灣人的公道 就是這樣 如果是台灣人的公道 就是台灣人 有外國人跟台灣人 兩種人而已 只有外國人跟台灣人 這個外國人 中華民國就是外國人嘛 是不是 但是 你要跟你的親家 還沒做 我們的身份證 說 你是外國人 會罵你呢 因為他們身份證還沒有辦 他們還是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要他說 你是外國人 不是 我是本土 台灣人 就開始了 那我們不必辯 我們用 好啊拿出你的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有證據 台灣是中華民國 有嗎 他們拿得出證據嗎 台灣是屬於 中華民國拿得出證據嗎 沒有證據 所以這些都會 會一直會碰到我們 今天的事件 所以雖然已經有 自己的認定身份錯亂 那這是 1912年到1949年 37年的時間 中華民國才存在 以後就沒有存在 所以 給我們錯亂 就是說 中華台北加油 打棒球也是 中華台北加油 都是 Chinese Taipei 所以真正 Chinese Taipei 就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這樣長 他們沒有愛 只有中華 中華 中華 所以 特別是高砂族 對棒球運動 細胞很火熱 你只要跑山上 哇 一聽到 高砂族的年輕人 就 特別很喜歡 不只是高砂族 連我們平地的青年 很喜歡 很喜歡 登山的時候 火氣就 馬上 趕快 來喔 爬山喔 但是 我常常 呼籲 在我們的教會內 我也 上上 活躍 教會 來這裡 今天也是一樣 我 在這裡也是請你們 給你們 活躍 哪有高砂族的 少年人 在台北市 還是你們的都市 還是你們的故鄉 在這裡 滑滑 還是在這裡 流浪的 或是 買路的人 你們也是 要保養 來幫助他們 不可以 在這裡買路 這樣好嗎 好 這樣好嗎 好 親像八山的 平地人 也是一樣 八山到山上 有買路嗎 有的有 有的沒有 但是有的 不小心 掉下去了 結果有 什麼 救難隊 自身機過來了 哇 一直看 啊 那裡有一個死人 哇 那他們真的救難隊去嗎 我告訴各位 有很多高砂族的年輕人 就下去 去幫助 我曾經在司馬庫斯 在那邊教會 幫助教會 大概四年多 有一次 掉下去 平地的 司機 大概 家庭的一些的糾紛 他想要到司馬庫斯 做一個開瓦 做一些散散心 就因為散散心了 因為 不是運動喔 因為家庭有糾紛了 有糾紛了 又糾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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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去山上去 去吸吸新鮮空氣 這樣啦 我講的不清楚 讓你們運動 也是不錯 然後 他為了要散一部中型巴士 他自己倒車 倒車很快 就下去了 聽到我們幾個年輕人 就馬上下去 去幫忙 之後救難隊來了 他們也沒有辦法 其實我們司馬庫斯的年輕人 壯的 瘦的 也是這樣背刷 然後就把那個屍體 就把 網道放在那個路邊 那個閒來峭壁 你們去過司馬庫斯就知道那個路途 新竹五峰鄉 好 這不是介紹了 所以我意思說 被刷的平地人 也是有 高山族 這樣好想幫忙 所以我們的高山族 如果有困難在哪裡 也是讓你們來幫忙 讓你們來好想保養 這樣好嗎 好 這就是我們的民政府 哇 所以我就跟我們高山族的青年說 其實我們體育細胞非常強 不要像洋傳廣 本來世界十項全能第二名 聽說應該是冠軍了 不曉得有什麼原因 不過 到最後 因為 沒有繼續被栽培 然後他可能想要的 還有什麼 自己已經失憶了 後來就又在那邊馬拉上 濕一個濕一個濕一個 哇 你感知了 就一直喝酒了 喝喝到自己就 自己身體就 沒有菜 不只是他 連我們的無論 一龍開 紅葉掃棒 一龍開的一個 一龍開本身打棒球很棒的 結果就是因為沒有繼續被栽培 當然也一段時間被 所謂的中華民國栽培 但是因為 那些 經濟上的問題 那就是 人就是看人 中華民國就是看人 對不對 法官 法官是陰的 也是看人 有人可以 破四年 十年 無期徒刑 這樣喔 讓你說一句 不只破四 不只破四 這樣喔 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改變 這些改變 所以我們高砂族呢 我們一定要 爭取更好的資源 繼續栽培我們的體育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 美國有NBA 有一天有TBA 台灣的NBA 所以有可能 體育方面 台灣人 高砂族 不能拋棄 無論在 任何的地方 他們細胞非常強 有一段時間 史馬庫斯 全台灣 國小的喔 一二三四五六年級 那有 十二個 都是前幾名 馬拉松前幾名 那時候 那時候 國小的馬拉松比賽 打赤腳喔 都是從後山 新竹五峰鄉後山 尖石鄉後山的 結果沒有 沒有繼續在培 到最後就沒有了 那有的已經長大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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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身體弄壞了 所以這些風氣呢 要改變 要等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整個 來改變這個 治理當局的這些整個的政權 那今天 馬英九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跑到別的國家說 我是台灣總統 那奇怪 因為他讓他們說 我們台灣也是有選總統 是不是台灣總統 不是劉王政權的總統 那 有一次 他們在外交的時候 這是平坦島 他們現在 大家都知道 金門馬祖平坦島 阿美族也有在唱歌了 我們這邊有沒有阿密斯 平坦島他們在 今天 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 用旅行證件 來引誘台灣人 甚至引誘到 年輕人或是公交人員 到平坦島 今年多少 200萬 收集 就是引誘台灣人 可能有的人去了 所以有的被訪問說 假如你去一年收入 200萬 你要不要去 不錯喔 這樣 這個就是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誘惑台灣人的一個 政見 那他們用永久居留 那他們用永久居留證 馬英九第二任的時候是用 這個他們的黨旗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有沒有 紅色底下 藍色 這個表示我也是平民政府 他們也要預備 也是平民政府 就是 請求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他們也要預備 他們也要預備 這樣的 對呀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第二任連任 第二任連任的時候 好 在外交方面 讓我們混亂 2009年4月 甘比亞總統 嘉美來到台灣的時候 馬英九就 敬禮歡迎 這個是 兩千空高 空高 空高 你四個 然後 十一月 十一月 差不多 七個月的時間 七個月的時間 斷高了 斷交了 那新聞寫說 突然宣布 與台灣斷交 你看 很諷刺 四月的時候 用總統軍力歡迎 這個甘比亞總統 四月 十一月 就宣布 與台灣斷交 有沒有諷刺 是不是 跟台灣斷交 我來考你們 有什麼錯誤 是不是跟台灣斷交 不錯 高級班 及格了 不是跟台灣斷交 不是跟台灣斷交 是跟中華民國斷交 這些都是凱資外交 那今天 我們看看 中華民國 特別是他們認為說 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中國戰區 給我們混亂 是這上 不是中國 是太平洋戰區 在一個中國政策裡面 裡面也是有說 是太平洋戰區 所以講得很清楚 不是中國戰區 所以講得很清楚 那今天中華民國 教導台灣人 就是說 中國戰區 這個都混亂了 所以他們才會講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些都是以前 幾個我四萬台北 好 在開羅公報開羅宣言裡面 重點就是 只要 希望三個領袖把台灣還歸給中國 那這個是他們自己的memo 自己的紀錄 那不是國際條約 這個弄清楚 那但是有一個但數 你們中國 美國就講說 中國就不能進攻他國 在這一段的時間 不能進攻其他的國家 不然的話 我們所談的這些內容都 無效 但是到最後 因為韓戰爆發 在1950年 本來他們依照 在 11月1號 到4號 打敗美軍 中國打敗美軍 在這個幾天之內 他們就進入到北 北韓 就是朝鮮半島 以北的 那就擴大了韓戰 所以在1950年 就爆發了 這個韓戰爆發 所以本來是 是要讓台灣 歸給中國 但是因為已經講清楚 不能進攻他 其他的國家 那但是當時就 韓戰爆發以後 那他們已經失去了 他們原來的 在那邊討論的空間 所以最後 美國就很聰明 馬上向聯合國提出抗議 中國人已經進攻到 侵入到韓國 韓戰爆發 所以已經失去他們的諾言 所以應該做一些的處分 那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原來在開羅宣言那一段的時間討論 這個三個國家的領袖 是因為還沒有結束戰爭 所以還沒有結束戰爭 當然就談到說台灣未定論 所以台灣沒有定位 未定論的這個說法 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公起 因為那時在那修戰 就修戰 那他們在那邊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 因為最先 美國先提出 中國進入到韓國 進攻 這些已經破壞了三個領袖的 他們所談論的Memo 或是新聞公告 所以那時候 他們在討論 美國提出這個問題 這個案子的時候 在聯合國討論 那聯合國呢 他也收到了 武修全九人小組 中國所派的九人小組 他們也進入到聯合國去抗議美國 那抗議美國說 美國在侵佔台灣 所以同樣這樣的心來去控告美國 結果他們聯合國 最後的決議呢 在1950年11月30說 侵略台灣這個案呢 被聯合國否決 所以在這一段的時間就 有關台灣問題 或者是中國提案的 實際上就擱置 擱置其實他們討論的最大的 那一段時間 美國侵佔台灣的證據 或者是台灣是屬於 你中國的那一個省 這些的證據 你能夠拿得出來 我們就在聯合國來討論 一直到那一段時間 中國都拿不出 美國侵佔台灣的證據 也拿不出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省 這些證據都沒有 所以最後他們也討論 在 寒暗爆發是19506月25號 所以在那時候就已經 討論決定 沒有把台灣歸給中國 那當時馬英九還是在那邊混亂 他們這些中國人都在混亂說 開羅宣言已經講了說 台灣要歸給中國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提起這個寒暗爆發 這些事件 所以一直到現在都在混淆整個爛台灣人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樣的狀況都是碰到這樣的問題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看看 這個是圓山飯店 圓山飯店 民進黨跟國民黨有沒有合作 沒有啊 因為圓山飯店是送美齡的嘛 那竟然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死對敵民進黨 在圓山飯店開會 咦?有沒有奇怪 對 對敵的這個東派 不可以在自己的飯店 在那裡開會還是生日台會 那實際上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什麼都可以談 但是只有中華民國這個國民這個名字不能改 以這樣的條件 告訴民進黨 所以今天我們民政府也把民進黨 形容為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這樣了解不 所以就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看看 今天整個的法院 中華民國的法院都是看人 那有些判決 真的不是真正的公平 所以我們在 就是因為我們秘書長 有這樣成立的 228個人 來控告美國 才有今天的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今天 除了我們自己做出更大的工程以外 我們再試試看 今天的台灣民政府的 繼續進行的運作 除了要繼續法理討論以外 研習會以外 希望大家 每個同心 又透過用你們在各州的討論 研習會 繼續參與 繼續參與 不是只有來這裡 有時間的是 還歡迎來參與 我們的民進府 這些法理 點召甚至職權訓練 然後一直進入到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契機 那這些 所以為什麼每年都會去日本 拜這個禁國神社 去參拜這個 三萬九千一百個 英明在那邊 就因為把我們整個台灣人 當作日本的真正的國民 真正的公民 像台灣人 忠烈池在 在原山大直那邊忠烈池 有沒有台灣人被 葬在那邊 有嗎 有啦 沒有 比較久 沒有到一百個 因為 他們覺得說 台灣人 跟中國人一定要分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我們每一年 有這樣的機會 希望大家都參與 非常 希望將來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活出生命的價值 所以在整個的生活圈 都是讓教育也得到成長 這個都是我們一步一步 在職權訓練的時候 都在繼續做學習 希望大家有這樣的機會 繼續來打拼 繼續來參與 繼續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你們的主持 或是你們的鑽長 鑽手 一起討論 一起來 增長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樣好不好 好 辛苦大家 也謝謝各位 讓我有學習的機會 學習 我們的台灣民 你們也有機會來學習 五三俗的威武 這樣好不好 來學生 感謝相對祝你們 各位同心我們下課休息20分鐘 好這節課休息20分鐘